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自重庆农村的阮龙珍 她的丈夫是家中长子 上有公婆 上有弟妹 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家庭 他们有什么纠纷吧 我都跟他们说家伙万事兴 作为一家的长嫂 她很得家人信赖与尊重 然而 在一家人和睦的背后 却有着一段痛苦不堪的回忆 有请 观众们好 苏东老师好 大姐你好 不用客气 来来来 您好 您好 来 这边请坐 好 我儿子丢了25年 我曾经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但是我家人的爱给了我希望 我今天来想把他找回来 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吧 我这个儿子是八九年生的 生下来又没奶吃 就是吃奶粉 家里又穷 生他后来都没准备生第二个了 都准备只生这一个了 他个双眼皮 大眼界 连圆圆的 见到人 姑姑 姐姐 叔叔 他都挺喜欢叫人的 所以大家都喜欢他 他心里随我的 我也喜欢叫爸爸 妈都叫得挺好的 都夸我 人家家的媳妇 嘴巴多甜点 妈前 妈后的 后来四岁的年 在农村 我们村上的一个人 不是结婚搬酒吧 农里的那也出八 那天早上 他们都叫我们去吃早饭 后来我妈在家里养猪 我这个儿子 人家就吃饭 他都吵着说 妈妈 我要去 后来她爷爷说 你娘娘 我带你去吧 公公婆婆是挺喜欢生子的 生子挺好的 他自己都不吃 他得拿他吃 自己没钱花 哪怕一块钱都要跟他买一块钱的东西 后来她爷爷都带他去了 在九十点钟 我为主委好了嘛 我都去 去到发现儿子没在 大家都找 厕所的 水井的 哪里都找遍了 我还是没找到 没找到 我都哭得要灭 我有一个大伯说 你不要哭 你好好想想 我一下子都想起来的 因为我早上在家里围猪吃早饭 我都看到了个马琴树 从我那个门庆过的 他们都说 儿子跟我们那个马琴树也齐齐玩去了 这个人是咱村上的人吗 是我们村上的人 都认识都挺喜欢他的 他爸爸都说 我去问他 他都说出来的 他说是的 他说比我保重 交给情绪才的 这个也是个人犯子 结果几期查嘛 都没这个人 哪个哪个天又那么冷 昨天一个晚上 听到小孩的哭 我都跟他们说 你们听听 好像那里是有小孩的哭 听嘛也好像没有 结果做得天亮 一起查去看 还是没这个人 我公公婆婆呀 我娘家人 都给我们镇上的灯物 灯着看着我嘛 空着手 保住个悲塌的 还是空着手 我回去 我去了 空着手回来了 小孩不在 没带回来 全家人都哭 哭得伤心 为什么不报警 直接让警察 把他抓起来 后来都选择报警 最差的 情绪才嘛 又跑得 不知什么地方 去改名了 十七年 才把他抓回来的 他说这个小孩 是他隆隆走的 弄得一个江西的南昌 是一个宾馆来教的人 他也不知道 也不认识个人 是在宾馆教的 后来还是没查出来 孩子的后 我的婆婆也不一样 大家都冷淡了 以前很好的 我也叫他妈 他也对我也很好 对小孩也很好 后来这小孩 比抱走的嘛 我也对他一些看法 对他有点意见 为什么都不带去 不过看好呢 后来 我自己都把自己 差点气疯了 都把自己封闭起来 封闭似的 一年没出门 整理都待在家里 哪里也都不去了 过年过节 一大家的人 在一块过年 你都不去吗 不去 我都不到他家里去 过年过节 人家肯定叫你去 叫我也不去的 一直生他们的气 也不到他家里去 婆婆不是有一次 跟我两个吵架了 她就 你不要叫我妈了 后来我很多年 都没叫她妈 她当时跟你吵架 是不是就说个气话呀 但是我激气呀 我不叫她 第二年 又生了个老二 九个月不到 我都生下来了 怀疑她的时候了嘛 想到大儿子 也吃不好 睡不好 小孩的早餐 生下来 只有十斤多一点 这太小了 后来我自己 亲手地带 我都跟她说 不要跟陌生人去 陌生人给东西不要吃 附近的农园 听说那里有小 有人家怪卖的小孩 我们都把她儿 什么才三岁 我们都带到那里去 边打工嘛 边找 我公公母妈 挺喜欢生子的 她都不让我带走 上车的时候 她都往下面拉 我妈往车上拉 妈我不跟你去 我要跟奶奶去 我跟奶奶在一起 我妈又不放心 我都非要跟她带走 去进来个专场 那里搞卫生 都有我们老乡嘛 先到那里去的 去嘛 我们都打听她 这里也没听说过 有外地的小孩 都这里来的 都问了几个人 她说没听说 还有我们有一个老乡 不是结婚到那里去的嘛 也走她房间嘛 都到她家去玩 也去打听了一下 也没找到 东宫去了八个月 都没打儿子的线索 后来 我都把小孩 小儿子都带回家去 带回去回去 带外面嘛 又不方便嘛 又带家里嘛 带了五年 小儿子都有八岁了 在家里也没办法 家里有穷 房子也破烂不堪的 开始打工吧 也找大儿子 那个时候 小儿子就把他带董事了 我都跟他说 在家里要听爷爷来来的话 你把这个小儿子 托付给婆婆的时候 你担不担心啊 担心嘛 也担心的 去了六年嘛 也老是担心 老是打电话 打电话嘛 小儿子老是感冒 老是感冒的是发高烧 你感冒都是刮盐水 每次打电话 他都是感冒 都开手 婆婆说 你们放心 这个小孩就是感冒 每次感冒都边头体验 发烧 我会带好他的 你们都放心 开始问嘛 没打儿子的消息啊 没有 他都说 也别着急 会慢慢找到他的 那个时候嘛 我真还有点不相信 一起了六年 我才回家 儿子嘛 冲过来 妈妈你回来了 再回去孩子已经十四岁了 是吧 八岁又待了六年 小儿子也长高了 也长得很好的 公公婆婆也挺热忱的 你们都回家来了 吃饭吃饭 我们都准备好了 然后嘛 我也都感动了 我一下子都心也软了 一看到婆婆跟儿子 也待得挺好的 在想想这个婆婆比外人还是强 大哭了一场 我都叫他妈了 他挺高兴的 因为很多年都没叫他妈妈 看到我妈也都高兴了 基本上他没得癌症以前 都是他家过年 婆婆得了三年癌症 一般时间都在家里 每一个月 都把他打医院飞回去 第三年 他都越来越严重了 第一次是六月份 我们都回去 走到医院 我都跟他服侍他几天 跟他洗头啊 洗澡啊 他都跟我说 我这个也一天也不如一天的 我说你会好的 你在医院 你也有医生 你会有办法的 他跟他女儿说 我这个媳妇变了 我这个媳妇好 我有一个心愿 我想看到我大生子 我看见一眼也好了 其实这是他最后的心愿了 是吧 结果没等到 八月初三的那天 六点多都去世了 我的性格也挺绝的 但我能理解他的 尽头当妈妈 当公公婆婆的责任了 婆婆去世之后 你们还在外面打工吗 又把小儿子又带去打工 但是每一年都回去的 这个小儿子 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 你们会不会把这个小儿子 拿来跟大儿子相对比啊 有的 有时候他是问我 妈我是不是跟哥哥 长得不一样了 我说是的 你跟哥哥长得完全不一样 哥哥大眼睛 双眼皮 长得挺好看的 嘴巴也甜 喜欢嚼人 小儿子会不会心里不太高兴啊 小儿子他也心里很宽 哥哥比我好多好 他老师给我们的小惊喜 那一年 我母亲姐嘛 他也回到家 他说妈 你有没有想过 你最想要的 那一年我的知情才比人家偷了 以后你长大了 用钱打再说呗 我都给你买好了 折折的 那个小滚子的这么大 你也不怕丢掉 喜欢吗这个颜色 是个红色的 我挺喜欢 你买的我都喜欢 我说 他跟我老师开玩笑 有一次他都说 妈 我媳妇怀孕了 我说恭喜你要当爸爸了 他还笑着说 哈哈哈哈 恭喜你要做奶奶了 我们两个也老师开玩笑 正是在家人的包容与关爱下 失去孩子的染龙针 找回了曾经的自己 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之中 并且在婆家成为 令人尊敬的长嫂 现在生活怎么样啊 家里是关系也挺好的 他们只没四个嘛 我跟老娘是老大 下面有两个妹妹 有个弟弟 都很尊重我们的 基本上 你里外外的什么事情啊 他都问我们 从他那一年出了车祸 他都什么都不管了 现在都我管 有什么纠纷吧 我都跟他们说 家伙万事兴 从婆婆去世了 基本上都在我家过年 大家少来吃 大家吃 好的 都在我家来搞个新鲜的 今天嘛 我老公也来了 来我们掌声 欢迎长大姐的丈夫上台 二十多年了 想儿子不 想 我感觉的对不起我 那个大儿子 对不起他 我是出门打工 儿子比人家拐卖 我老婆在家里嘛 给我发了两封电报 我已经想了二十五年了 连着他生日的时候 也想起他 在哪里 过去哪些语 随时都想他 我们也听听几位嘉宾吧 有什么想说的 因为你这个案件啊 典型的是一起熟人作案 它就是有羽毛的 导致这个家庭破碎 其实亲人之间 应该互相支持 互相爱护 你们才能慢慢地扶平伤痛 然后手挽着手 一块守护好这个家 一块等着孩子 一块等着警方 帮你们把孩子找回来 这边拉着您爱着 拉着爱着 咱们一块去看看 今天的寻找结果 好不好 好 来啊 我们往前走 你们好 我是等着我 寻人团的李七月 你们在等着我 荣媒体平台上发布的 希望寻找哥哥的报名信息 我们已经收到了 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 名字叫玛丽 她是1989年的 12月17号出生的 在1994年的12月3号 在重庆绿水村 被人拐走 她的背上 有一块黑色的胎记 能够记得父母的名字 那么根据以上线索 我们立即为你们联系到了 相关警方和志愿者 共同展开寻找 1994年12月3日 马苏勤到石柱县公安局 报警称 其儿子玛丽 外出玩耍后失踪了 全家人早了一天未果 于是向公安机关报警 石柱县公安局 多年来并未放弃 经多方查证 毕于2010年4月20日 将马苏勤夫妇的血样 采集入入了全国E&A数据库 当年嘴甜爱说话的哥哥 今天能否和家人团聚呢 加油 等着我 好 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事啊 没事 没事 兴许儿子就在前面 来 爸爸妈妈我们一块 走向希望之门 以前很好的 孩子电话 我的头部也不一样 大家都冷淡啊 找到大爷子了 我会跟婆婆说 你放心吧 大先生就找到了 为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开门 现在 大家都 条件好了吗 都想到找到这个大儿子 你家人都想她的 有 这个 我 这样 这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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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我来 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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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拉着儿子咱们过去坐坐 我们让七月先说说我们在哪找着的儿子好不好 咱们找着的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 她后来是被拐到了福建泉州 但是我们找她的过程非常的曲折 我们先后联合了福建警方和广东警方的联手寻找 我们后来得知她是在晋江一带打工 但是我们找到她的地方是在广东东莞 她那个时候是跟自己的姐夫在一起 你跟妈妈说说你现在的情况 嗯 找到知道亲生妈妈 我感觉 是挺好的 嗯 一定会认个亲嘛 你小时候知道你不是亲生的吗 知道 多大时候知道的 在算懂事的时候就知道 她的养家是有一个姐姐 养个妹妹 她是唯一的一个男孩 但是呢 不证明这孩子内心就很满足 她也跟我们说 一直以来从小到大 自己的内心都是特别孤独 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 属于亲生父母的那种安全感 我现在做什么事都不是很自信 所以爸爸妈妈不要怪她 也不要着急 好不好 小伙子我问问你 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然后我们建立自信 好好的生活 好不好 好 那我就教你一下我弟弟 想见弟弟 想见弟弟 弟弟来了吗 来了 弟弟来了 弟弟在哪呢 来 把弟弟上来吧 来让哥俩相见 刚才冲上来抱住哥哥的一刻 是什么感觉 感觉很暖 真的很暖我感觉很暖 从来没抱过自己的亲兄弟 对不对 这种感觉有过吗以前 没有 哥哥呢 不太会表达 不太会表达 你就说弟弟有劲没有 有 有劲没有 你觉得他抱你有劲没有 笑得那么灿烂 你刚才都没有这样笑过 哥俩以后的手不放开 亲哥俩 亲生父母 你说你说 他对我不离不弃 他对我不离不弃 找了我这么多年 因为我 我也很感动 这就是好的开始 祝贺他们 祝福他们 我要找到你 一个因为丢失孩子 而性情大变的母亲 在婆婆以及家人的理解中 重新找回自我 一个因身世改变 而倍感孤独的孩子 在父母兄弟的温暖下 心除骨河 再现笑容 这是家人爱的传递 也是亲情血脉的复苏 满眼 欢迎大家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等着我央视频官方账号 暖心内容不错过 在线看直播 加油喜事就喝金士元 感谢大家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 观看由金士元九夜 独家冠名播出的公益寻人节目 等着我 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郭琴 26岁 他的老家在四川八中 现在郭琴是在江苏 镇江的一家公司做销售工作 他来寻找的是失踪十年的哥哥 不过呀 郭琴和这个哥哥的关系比较特殊 因为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我来找我的这个哥哥 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 因为我不是这个家亲生的孩子 我十岁那一年 那天也是放完学 走在路上 然后我就碰见我的邻居大妈 她就忽然就对我说 她说你知道吗 你不是你们家亲生的孩子 然后我当时以为是这个大妈在跟我开玩笑 到了那天晚上 做完晚饭 爸爸就把我交到旁边 然后爸爸就把一切都告诉我 她说当时那天她下班 然后在半路上看到我 那时候我是被装在一个篮子里面 那时候是秋天 然后身上穿着很单薄的衣服 已经快要到秋天了 当时爸爸看到这样的我 她什么都没想 就把我抱回家 我当时听到爸爸的话 我不敢相信 我为什么就不是他们生的孩子 一个十岁的小姑娘突然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她有一些不能接受 但是很快的 她就从这个事情里面走出来了 因为在她的记忆里面 爸爸 妈妈 哥哥 家里的每一个人都特别的宠爱她 这双蓝色的小雨鞋 一直放在郭琴老家的鞋柜里 一双普通的雨鞋 为什么要珍藏到现在呢 小时候家里比较穷 没有雨伞 更没有雨鞋 一到下雨天 郭琴和哥哥去上学的时候 都要披着一块透明的塑料布 可是有一天 雨下得太大了 郭琴回家的时候 脚上的布鞋已经全是透了 她的脚也在湿鞋里面 泡了整整一天 爸爸妈妈心疼女儿 所以第二天呢 就赶去镇上 给郭琴买回来了 这双蓝色的小雨鞋 看着妹妹的小雨鞋 哥哥实在是很羡慕 但是家里穷啊 实在没有钱 再给哥哥买一双了 在郭琴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 她回想爸爸妈妈对她的疼爱 她在心里认定 虽然她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但这就是她的爸爸妈妈 这里就是她的家 于是郭琴继续过着 小公主一样的生活 郭琴的哥哥比她大四岁 和哥哥在一起的回忆 也是充满着快乐和幸福的 我跟哥哥是朋友 我们小时候会经常去放牛 就去那个山坡上 就一块草地 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个帐篷 那个帐篷就是用那个 就是用那个树枝 然后用绳子把它酸起来 然后上面就用那个 也是带着树叶子 那个树枝把它盖起来 然后前面还会做一个门 然后我们就进帐篷里面打牌 郭琴十三岁那年 他上了初一 而哥哥呢 当时是17岁 初中毕业之后呢 决定去当兵 在这之前呀 郭琴和哥哥没有分开过一天 所以郭琴特别舍不得哥哥走 但是很快 哥哥从部队寄回来了 这张穿军装的照片 还寄回来了一张 新兵训练优秀学员的奖状 看到哥哥的军装照片 还有奖状 郭琴觉得呀 哥哥真棒 真是他的榜样和骄傲 哥哥走了当兵之后 爸爸妈妈他们依然跟我上学 有一次在做工的时候 就出了事故 就被石头给砸了 那一日爸爸出事了之后 他在医院租了一个礼拜 感觉 把碗头上帮满了 沙布 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对他们好 两年之后 哥哥退伍了 哥哥呢没有回到四川老家工作 而是去了广东 在深圳的一家仪器加工厂里上班 而当时呢郭琴已经上初三了 他的心愿是考上县里最好的高中 然后呢出去读大学 但是没过多久 哥哥哥就出事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家人原本平静的生活 会因为这件事被彻底打乱吗 哥哥 我 在深圳 打工不到半年 那一天我放完学回来 走进家门口的时候 我就看见我家里有很多人 哥哥就住在中间 然后旁边都有很多亲人 我当时看到的哥哥 他眼 眼睛里带着 淡线 跟往常的哥哥完全不一样 我当时觉得好陌生 然后我就跑出去 我就跑过去跟哥哥打声招呼 可是哥哥他只是应了我一天 他什么都没有说 哥哥是因为在工厂做事 然后他们就发生了症疾 然后就导致哥哥的精神失常 在哥哥发病最严重的一次 那一天他跑到邻居家的房子上面 用石头砸人家的房子 哥哥在医院做了有差不多四个月的院 那年春节 妈妈就想着 不想让哥哥在医院过春节 把哥哥接了回来 全家人在一起过了一个团圆年 半年之后呢 哥哥的精神状态有了好转 他提出要去北京打工 关于这件事啊 爸爸妈妈反对过 但是哥哥呢坚持要去 最后爸爸妈妈只能答应了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决定成为了爸爸妈妈最后悔的决定 哥哥去到北京半年之后 就彻底和家人失去了联系 这下子 这家人彻底慌了 哥哥到底去哪了呢 他为什么不和家里联系了呢 他会不会是精神疾病又复发了呢 在大街上流浪还是去哪了呢 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会不会被限制了自由呢 没有一个人知道哥哥到底遭遇了什么 看着爸爸妈妈的痛苦 刚刚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郭琴 做了一个决定 他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 他决定一个人去到北京 他要去哥哥丢失的地方 去一边打工一边找哥哥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他都要去 爸爸妈妈他们送我到火车站 说让我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他们说出去了不要不打电话给我们 他们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知道他们在想哥哥 他们不想让我跟我哥一样 我来到北京 是在一家餐馆做服务员 我们上班 从早上十点 做到晚上十一二点 才下班 我每次休假的时候 我都会去找哥哥 我会去一些地铁啊 然后天桥 那些大街小巷 有之后一去就是一字铁 在郭琴的心里 养育之恩大于天 虽然他从小被亲生父母遗弃了 但是呢他很幸运地 遇到了现在的爸爸妈妈 而且得到了全家人的疼爱 让他的生活没有爱缺失 他很心疼爸爸妈妈 他也知道只有撑起这个家 而且找到哥哥 才是对爸爸妈妈 这份养育之恩 最好的报答 郭琴一直在北京打工 他在饭店后厨洗过盘子 他在超市外面发过传单 他现在呢在一家公司 做销售工作 郭琴每个月都会寄钱回家 这样呢能够让爸爸妈妈 生活得更好一点 同时他还不断地通过身边的朋友 扩散寻找哥哥的消息 接到了郭琴的寻人求助之后 我们也立即展开了寻找 在等着我的荣媒体平台上 我们看到了你来登记 说要寻找哥哥 我们都为你这份跨越血缘的亲情 所深深感动 当然我们第一时间就在我们的荣媒体平台上 把这份寻人求助发布了出去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位来自北京某民政救助站的工作人员 打来了电话 喂 你好 等着我栏目锁 喂 你好 等着我栏目锁 你走不 等着我栏目锁 喂 你好 等着我栏目锁 喂 你好 等着我栏目锁 你们好 郭毅是被我们下面的救助系统 的一个救助站 接到了救助 在那儿呢 一边生活 一边生活 生活上有我们的工作人员 她的饮食起居非常规律 从这个精神上 我们有社工师对她进行心理收到 这个帮她鼓励她 让她好好生活 肢体上我们有康复训练员 对她进行康复 听听音乐啦 现在身体状况 比刚进来的时候好多了 我说你想不想回家 然后想回家 现在基本上正常 所以特别的恭喜你 幸运的是 这十年时间 哥哥一直生活在北京市的一个救助站 而且得到了工作人员很好的照顾 找到了哥哥 郭琴的坚持和付出 也得到了最好的回报 郭琴说 这是他给爸爸妈妈这份养女之恩 最好的报纳 第二天 郭琴和妈妈一起前往救助站 和哥哥团聚 如今 哥哥的病情也逐渐好转 他们可以一起回家了 截至2019年底 我国呢 有1535家救助管理机构 其中每一位工作人员 都在尽心照顾需要帮助的人 帮助每一位走失人员回家 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如果你有学人需求 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以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参与报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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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